到偏遠的地方去勞動改造 這樣的一種厄運呢 使得很多人從此就是 關閉了自己的嘴 不敢再說真話 古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是我們偉大的領袖 毛主席親自發動的 今天的人 不應該忘記民革的發動 是從整肅傳媒迫害暴人 剝奪言論自由開始 鄧托 人民日報第一任總編輯 曾經撰寫文章 含蓄批評大躍進 被毛澤東點名批評 1966年5月 鄧托自殺身亡 從我看來 一個暴人之死 揭開了文革的第一頁 1966年我是一個13歲的中學生 被年級推選為一個代表 上台去批判鄧托 我也沒有想到 我自己從事傳媒的這個緣分 竟然是從批判一個 結束的暴人開始 我慷慨激昂 益陽動作 一時揮拳高呼口號 滿腸禍應 精陣屋瑜 當年我意奮何來 大清早到了農田裡邊 農民正在種地 我們站在旁邊 拿出一本毛主席語錄 一聲高喊 貧下中農同志們 首先讓我們共同進駐 我們偉大的領袖 毛主席 你剛說完這個話 全體人都知道 下面要說什麼了 萬壽無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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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祝我們敬愛的林副主席 農民就不種地了 就拿著鋤頭 一個少年加入殘酷的政治鬥爭 為什麼如此順理成章 這個問題 可能要用一聲來回答 阿姆發揮創意用咖啡配角仔 還會借咖啡否白自己多心 Ada和阿廉派利是大出血 令他們要覺出奇謀開源節流 今晚東 阿姆發揮創意用咖啡配角仔 前江多次獲得全國優秀報告文學獎 從1979年開始當記者 前那時候特別喜歡北京 那時候人也比較少 我們開會坐一個大客車 晚上在長安街 那感覺特別好 那時候只有一條地鐵 車票是一毛錢還是兩毛錢 那時候在餐廳還得吃粗糧 前江多次獲得全國優秀報告文學獎 他的傳媒生涯由北京開始 文革結束之後 中國大陸從中央到省市 剩下面目雷同的報紙 不足200種 擋斷話語權的媒體 逐經兩部一看的《日文日報》 《解放軍報》和《紅旗雜誌》 不單止有巨大的發行量 他們的重要文章 全國報紙必須要全文轉載 正如中國的政治改革 由反斯文革開始 新聞改革 亦由秉氣賈大空 批判兩部一看的欺騙性宣傳起報 1979年 我加入了解放軍部 盧若剛就去了中國青年部 一班知青世代 成為了傳媒生血 我們剛入行的時候 就1978 79 80 這個時候入行的時候 手把手教你帶你的老師是誰 那麼大家都說 就是我們報社裡面 剛剛平反了的右派 走到了這個80年代 那80年代大的背景 改革開放 改革開放 要市場化 要破除這個僵化 新聞也改革了 兩個人的努力 全會出現前所未有的警官 批判不靜之鋒 甚至點名批評國家領導人的文章 在黨部相繼出現 但是錦然的報章 很快被整縮 錦然的傳媒人遭到批判 開除黨籍 一批作家 並並攻擊械境 撰寫報告文學 而擴散爭取新聞自由 揭露歷史真相 代表人物 就是劉濱鴨 劉濱鴨 一篇文章 那整是 電視叫萬人空巷 這個平面媒體叫洛陽指揮 一篇東西出來 簡直 就是匪夷所思 的那種空洞 盧若江曾經是中國青年報的名記者 他堅持了劉濱鴨的理想 用四年時間寫了報告文學 大國寡文 一個因為反抗包辦婚姻 而被毀容的農村女性 由於他的報道 成為時代周刊的封面 非常悲哀 到目前為止 近幾年來 我就沒有看到 讓我就是能夠感到驚心動魄的 報告文學沒有 因為完全由於 就是跟九年代以來後 就是有的區別跟八年代也更有區別的 就是他報告文學這個題材 更多地變成了一個主旋律的一個工具 然後很多報告文學作家也聲稱 他們首先是黨員 其次才是作家 我猜這個是什麼意思 就是相當於 富士德式的交易 盧若江後出任 中國青年報核下雜誌 《冰點》的副重編輯 《冰點》刊登過不少句批判思考的文章 在2006年 盧若江和總編輯李大同雙雙被面積